為什麼今天頭髮這麼毛啊 哈囉大家好我是美根 祝大家新年快樂 今天是1月1號沒錯 我要在今年的第一天跟大家一起見面 今天呢我又要非常開心的來跟大家做開箱影片啦 我知道你們也非常喜歡看開箱 所以就讓我們趕快開始吧 手在幹嘛 我們今天就是要非常興奮的來做Matebook的開箱 沒有說我在這個禮拜買了新的電腦 雖然說其實我已經把它打開過了 因為你在買電腦的時候 他們一定會感覺人裡面的系統啊什麼什麼等等 但是我要把它重新包回到它最原始的樣子 就是要跟你們一起來重溫我當時的那種很興奮的感覺 好那先給大家看一下它的外表 它原本就是外面會有一層膜 然後我買的是 Matebook Pro的13吋搭配 Retina的那個顯示器 那它的外面就是這個樣子 非常的我覺得它非常的小欸 就是比我想像中的小很多 因為我一開始以為它應該會像一股畫一樣大 所以我沒想到它就是一個完全沒有在浪費包裝的包裝 就是不多也不少剛剛好包裹著電腦本身 所以趕快把它打開來吧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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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就就就電 非常難開啊不好意思 那裡面的電腦把它打開來 先跟你們介紹裡面的配件 它裡面會有這些東西電腦拿起來以後 然後這個是它的那個充電器 然後這是充電線 然後這個是延長線 然後我覺得它很酷的地方是 它那個這邊還有 左收線的地方 就是你把這裡 這樣子打開來 這裡可以讓你捆那個線 我就覺得哇 好智慧呀 那話不多說 大家應該最期待的是它本人 對沒錯就是它本人 趕快把它打開 它裡面會有一個膜 就是你知道 把它弄成一個精品的包裝 還給它一個塑膠套 自己自己配音效 有沒有 很美麗呀 其實我也沒有覺得它特別美 因為你知道路上很多人都有 所以我也就是看得蠻習慣的 但是我自己拿到的時候 我才發現 欸 為什麼蘋果不是面向著自己 就是 我以為 你那個 電腦這樣打開的時候啊 這顆蘋果 這顆 應該是對著自己的 所以它是反過來的 然後我就問我朋友說 欸 蘋果它一直以來都是反過來的嗎 他說 對啊 我就說 為什麼是反過來的 這樣子你不就是 看到反的 LOGO嗎 他就說 我也不知道欸 可能就是 為了要讓大家知道它是蘋果吧 然後想 天啊 也太粗粗了吧 竟然為了這種 無意義的原因 然後就讓它做反的 可是其實所有電腦的mark 都是這樣 我沒有仔細的研究過耶 但我真的是 拿到它以後 我才發現 嗯 蘋果它 竟然不是朝自己的 這是重點嘛 好像不是重點齁 很喜歡在一些非常奇怪的地方 那我們就趕快把它打開來吧 那它現在是休眠的狀態 然後 它裡面 會送一個 那個 不是送啊 它有一個保護膜 非常 薄薄薄的防塵具 然後 它好重 單手的殼其實蠻重的 然後我有貼那個 膜 以及這邊有一個那個 膜 然後我發現啊 就是 我這個膜 的觸感比較好 因為我之前用我朋友的 它的那個膜 比較厚 就是你在打字的時候 沒有那種 卡卡卡的感覺 我個人是很喜歡那種 卡卡卡 就是一直聽到鍵盤的聲音 所以 我就覺得這種 薄薄的觸感比較好 所以如果你們也是想要用那種 保護鍵盤的膜啊 但是又想要維持它 手指的觸感 可以先去 買一 就是去找那種 不要太厚的 因為太厚就很像在打那個 矽膠一樣 就是很像在 按玩具的感覺 所以 我覺得這個 包包的就是有那種 有沒有有沒有 非常 清脆的聲音 然後 裡面 剛剛打的好多 WOW WOW 在哪 天啊 好Rush 英特兒 裡面就長這樣 其實就是你知道 也沒有什麼好特別介紹 大家去玩展示機都是長這個樣子 因為我現在什麼東西都還沒裝 然後 因為它 新的這個 它就是有那個動能 那叫什麼動能感應嗎 就是它的那個鍵盤的那個 操作啊 跟之前的不一樣 所以我到現在就是還在研究說 它的那個 那個 快捷 快 就是 快速鍵到底是怎麼辦 因為你知道我本人 你們也知道我就是鯨魚的腦袋 鯨魚記憶只有8秒 然後 要我去記那麼多快速鍵的手勢 我就覺得 天啊好崩潰喔 但是你知道啊 如果 用MAC 然後你沒有把那些 手勢發揮到精髓 我就會覺得 有點浪費它了 所以我還是會 努力的把它擠起來的 等到 如果大家有什麼特別的 Petball 或是 非常厲害的Lisa記 請記得告訴我 因為 我也是還在研究它當中 我相信應該很多人都是使用MAC的 那個 蘋果Firm 們 所以請大家告訴我 那 就是 其實我最主要會買它的原因就是 因為那個 它的編輯 編輯圖片啊 影像的 系統 我覺得是比較好的 不是說Windows不好 但我就覺得 MAC是 就是 只要用繪圖 就是在做繪圖啊 影像處理的人 應該 就是大部分人都是使用MAC的 所以 我必須要說 我真的不是因為就是 錢太多沒地方花 所以要來買MAC 因為我覺得MAC真的是 夭壽鬼捏 因為你買一般的Windows電腦賣 你買兩台可以第一台MAC 我覺得 天哪 真的是你知道 蘋果 真的是一直在燒人家的錢捏 但我會買它的原因 第一個是 我自己本身其實本來就是 想買一台MAC 但是 我沒有想到說 我會那麼快的就買它 那第二個原因是 因為 我就是現在開了 這個頻道 然後 我個人就是 想要 好好的把它經營下去 然後 我就把它當作是一個 投資 當作是 投資我自己的 一個資產 就是 把它當作我自己的資產 因為我覺得 就跟 你們去補習班 補習 或是你去學英文一樣 都是在投資自己 那些東西之後 都是會回饋到自己身上的 所以 我就是把它當成一個投資 投資在我自己的身上 那其實 今天也沒有特別要 講什麼 很厲害的 東西啦 因為我那個野菜 剛拿到沒多久 簡單就是想跟你們分享 是我買的新電腦 囉 就是 對 新的第一天 跟你們分享我的新訊息 那2016年的第一天 大家有沒有對自己 有什麼期許呢 我自己個人 短期內的期許 就是可以 好好的經營我的這個 YouTube的平台 因為 一開始會開啟這個平台 真的完全就是一個意外 就是 三個月前的今天 我絕對沒有想到說 我會在網路上做影片 這件事情 然後 每天要花好幾個小時拍影片 然後再花五六個小時剪影片 然後再花一個多小時輸出 再花 超級多的時間上傳 就是你知道 一直在浪費我個人的青春年華 但是 我自己的 個性就是 如果我已經開始做了事情 我就想要盡自己的能力 把它做到最好 所以 我就想說 給自己一點時間 然後 慢慢經營 看看會去 什麼樣子 說不定六個月以後 會發生什麼事情 我們大家都不知道 可能六個月以後我就 沒有繼續在PO影片了 如果六個月以後 我就突然 哪個影 因為某一個影片而爆紅 或是 某一天被電影心態發覺 結果就去當電影明星了 想超多有沒有 那就是 我覺得 大家 如果有想要做什麼事情 真的就是 試著去做做看 因為我覺得 大家都還很年輕嘛 我們 沒有什麼 還沒有什麼太大的壓力 所以大家如果真的 想要做什麼事情 真的就努力去做做看 因為 你沒有做過 你怎麼知道自己的能耐到底到哪裡 我相信應該每個人的心中都會有一種 隱隱的想要做某件事情 但可能你遲遲都沒有去做 或是你沒有那個 那個 Push你的原因讓你去做這件事情 所以 希望大家看了這支影片 可以稍微的感染到你們 讓你們 就是 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 所以我覺得大家真的 如果你心中有想要做什麼樣的事情 真的就是 勇敢的去試試看 因為 真的要做過才會知道 那是什麼樣的感覺 因為至少你自己 親身去做過以後 你如果發現 那真的不是你要的 你也不會後悔啊 不會 等到哪一天回過神來 才會想說 喔 那時候好想要做那件事情 我為什麼沒有去做 所以 就是 跟你們分享一下我 因為開啟這個平台的感觸 就是 好啦我也沒有講什麼 我到底在幹嘛啦 就是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心情啦 天啊好 好叫情 真是噁心 你知道 我的朋友他們都跟我說 你既然要玩就要玩大一點啊 去開粉絲團啊 然後 那個變成網路紅人啊 什麼什麼 然後想說 拜託大哥大姐 你知道要到在網路上變紅是件 好啦要簡單也是很簡單的事情 但是要難也是很難 然後 之前也有網友他跟我建議 他說 你可以去PTT發文啊 因為 就是很快就會有很多流量進來 當然 我知道也有很多人 是靠PTT那邊的 那個網友們 然後建立起 先建立起自己一定的粉絲數以後 然後才開始再繼續做下去 但是 我也不曉得欸 雖然我自己 我有PTT帳號 然後我也會看大家的文章 可是 我就是 有一種 覺得說 我不想要在上面發文 不是說我覺得那個地方不好 是因為 我想要靠自己的 力量 來創 慢慢建立起這個 頻道的 流量啊 或者什麼任何事情 因為我相信大家可能會看我的影片 都是可能偶然點進來的啊 或是 突然看到某一支影片 然後才會繼續看我其他的影片 然後可能 你們是看了某一支影片 就覺得 欸好像 唉唷這個人好像還蠻有趣的啊 然後你就訂閱我了 那種 內容感覺 對我一點 我是覺得好像是比較有成就感的 就是我都覺得 我真的是 扎扎實實實是 靠我自己的 能耐 才把它 創立起來的 而且我覺得 對我而言 與其 給我非常多的人數 我寧願 像是現在 人還少少的 但是 就是會 開始有慢慢的 就是你們會 在下面留言給我 那我就可以跟你們聊聊天啊 我就會不會有那種 喔 好開心的感覺 就是好像朋友一樣 因為 我覺得 如果是突然 一時之間 得到的那些高人 高人氣 都是 短暫的 不是那一種 慢慢建立起來 因為 你知道 來的快去的也快 我希望大家會 當初會訂閱我 真的是 喜歡我這個人 或是 喜歡我這個 喜歡我拍的影片 然後可能某一支影片 帶給你們一些開心的感覺 然後 我覺得 那是我比較想追求的 不是說突然要 一氣之間串紅 的那一種 所以 就慢慢來囉 真的 就是 我朋友就說 你快點去開粉絲團 然後就想說 因為我自己 我不是一個很愛用Facebook的人 然後 如果要我 我現在就想說 我現在 在下面留言的人 都已經沒有很多了 我如果再 創一個粉絲團 然後沒有人 不是更可憐嗎 然後 還是 還是其實 如果開了一個粉絲團 你們會比較願意留言 我短期之內 是沒有這個打算 但是 我覺得 Facebook的那個 直播的功能 還蠻好玩的 就只有 直播好好玩 就是 有一種非常 可以 第一時間知道 這個人到底在幹嘛的感覺 就是很多藝人啊 也會開 那個 粉絲團 也不會開直播 我上次就看Melody 然後他在聖誕節的時候 就做那個 餅乾給他小朋友吃 然後 其實那真的是一個 沒有什麼重點的影片 然後 兩支影片加起來 又快要一個小時 然後我竟然就這樣把他看完 我就覺得他好可愛喔 就是一個 爽毛講到他的太太 對 所以 然後我之後 過年的時候 我有一個 非常 荒謬的想法 也不是荒謬啊 就是一個會把自己的類似 的想法 就是想說 我要連續七天都 放一支新的影片 但是我真的覺得 天哪 好累喔 我到底要拍多少影片啊 所以 目前是初步這樣想啊 如果 你們會想要看嗎 如果想看的話 請在下面留言跟我講 然後 告訴我說 你們想看什麼樣的影片 因為 說不定我可能拍完七天以後 然後我就必須要休息半年 才可以再開新的影片 因為題材是想光的 想不到新的 所以 拜託大家集資廣益好不好 留言一下 給我一點 那種小小的靈感 任何話 讓我有種 欸 好像不出來啊 的感覺 所以 就是這個樣子 今天就是一個 找了閒聊的影片 所以 謝謝大家看完我的影片 祝大家新年快樂 那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再記得訂閱我囉 每個禮拜都會有新的影片 所以我們下個禮拜見囉 掰掰 又有你早開了 我的電腦遠一點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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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credible 谢谢大家